哈喽各位发烧友大家好 开发组同学们都在忙着完善即将发布的MIUI6 黎明前总会有一段时间是很难熬的 让我们期待下周一大家见面的MIUI6吧 本周的更新推荐也出炉了 安全中心在节省流量页面添加了相关设置入口 看到右上角的齿轮了吗 点击进去就可以方便的关闭通知栏常驻通知 另外有定向流量包的同学还可以向应用添加进来 不然的话小悠的省流功能就不好用了呢 节省流量从小悠做起 好了 本周的更新推荐就这些 想了解更多就关注MIU微信公众账号吧 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MIU官方微博 我们下周再见